这个边哭边跑的小女孩长大后 成为了最受中国人喜爱的日本女人之一 并不是因为她会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而是因为她实在太可爱了 没错 她就是不愿爱 日本乒乓球界的大魔王 三岁09个月的时候 首次接触乒乓球 现在还在边打球边啃手指的年龄 她却语出惊人 四岁的时候开始参加全国联赛 幼儿园中班的年龄加上身高 让她成为了整个赛场的焦点 很多人发出疑问 她是来打球的吗 然而事实证明 她不但会打 还一路打到了16强争夺赛 这时裁判指出 她发球不对 正确的要求是 必须伸开手掌 把球高高的抛起 可她怎么都学不会 最后在对手教练的抗议 和裁判的不断警告声中 她哭着输掉了这场比赛 妈妈让她去给裁判道歉 并承诺下一次一定做好 她边哭偏保着过去了 这次的全国联赛 她止步于16强 不过对于一个学前儿童来说 这已经足够了 回去之后她苦练发球 不但要练发球的速度和力量 还有练习发球的精准度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练习 每天放学后都是跑步回家 一个月的训练之后 她再次参加比赛 这次被打哭的不再是她 而是大她两岁的对手 小男孩 她一路过关斩将 轻松地拿下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领奖的时候 她还没有奖抬高 在她五岁生日的一周后 傅元爱参加了工程县的比赛 利用反手抽球的优势 傅元爱一路吊打所有选手 再次轻松拿到了冠军 她拿着奖杯边走边说 奖品太重了 有点拿不动 她不知道的是以后的奖杯 更加的沉重 为了能够在明年全国联赛中取得好成绩 她开始进行强化训练 这天傅元爱正要练习反手回球 可不管怎么打就是打不顺 不过傅元爱秉承着 跟妈妈绝不中途放弃的约定 所有的人都走了 她还在继续练习 一直找不到感觉的她 开始哭了起来 妈妈看她状态不太好 想让她明天再来练习 她着急的大哭了起来 妈妈说 练球不能总着急 傅元爱记下了妈妈的话 接下来 她的技术突飞猛进 一年后再次参加全国联赛 五岁的她 依然是全场的焦点 她快速有力的发球 有很强的攻击性 对手被打得摸不着头脑 她一路打到总决赛 看着比自己大的 强劲的对手 她开始紧张到肌肉僵硬 在妈妈的不断鼓励下 她很快找回了状态 一个漂亮的发球得分 再次快速的发球 对方虽然接触她 直接反手爆口得分 成功吊打对手 成为了日本历史上 最年轻的冠军 站在冠军的讲台上 也只比边上的选手 高出了几公分 第一时间 她成为了全国最有名的儿童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有一群人围观 七岁的时候 傅元爱作为特邀选手 首次参加东亚地区 小学生国际大赛 第一次对阵外国选手 对方是高出她一头的韩国冠军 开始 傅元爱快速有力地进攻 占据了上风 很快对手熟悉了她的套路 结果她被虐惨了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 外国选手的实力 十岁的时候 她成为了职业选手 来到中国辽宁 沈阳参加训练 一个出过很多位 世界冠军的地方 在这里 她遭遇了13连败 终于在最后一次 赢得了一局 成功留在了一队 出局的人就要去二队训练 这边东火通明 那边黑灯瞎火 甚至连对手的脸都看不清 现实就是这样的 对方一个强有力地扣杀后 他拿着球拍跑到了场边 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原来是对方球速太快 把他球拍上的胶皮打断了 回国后 他又跟一个卖萝卜的大叔 学习了王子发球 这种发球方式非常适合 他这种各自低力量小的选手 他是一种借鉴网球的打法 在球高高地抛起之后 身体迅速地下蹲 然后利用拍 把球快速地切过去 这种球不但速度快 并且不好变连方向 2001年 日本顶尖球手选拔赛上 12岁的他作为特邀选手上场 与他对阵的是前世界冠军 小山智利 他一个漂亮的反手扣杀得分 女王捡球的时候 依然微笑着 连续多次反手得分以后 女王的脸色开始凝重了起来 一个个快速地王子发球 球碰到球拍 直接飞了出去 又一个漂亮的反手扣杀后 扶原爱竟然拿下了女王一局 正当媒体要大肆吹捧的时候 女王说 大家太大惊小怪了 在中国 像这样的孩子有一千个 真的有那么多 像自己一样的孩子吗 扶原爱想要通过参加职业联赛 自己看看 12岁的他 没让妈妈陪伴他 他要独自前往中国 在坐了1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后 他来到了山西太原 一个人搬着个大行李箱走路 在紧张有序的比赛中 大家还都不知道 选手中竟然藏着一个日本人 他独有的王子发球 在中国首次亮相 再配合他快速反手进攻 这样他在比赛中频频得分 由于没有妈妈的陪伴 他要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洗衣服 就在比赛中回头的时候 再也看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最终 他的成绩是十战八胜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 他的心理和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也成功进入了日本乒乓球的学校 一天上课的时候 西村卓尔找到了他 想让他代表日本参加世锦赛 只有14岁的他 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选手 全校师生为他举行送别会 巴黎世锦赛上 第一场他直接吊打对手 第二场对手是全球排名第十二位 有希望冲击金牌的新加坡选手李嘉威 而福远爱的排名是91位 没想到他却爆冷战胜了对手 接着又拿下了韩国冠军 这也是日本14年来首次进入八强 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他遇到了虐过他无数次的大魔王 刚刚战胜了世界排名第十二位的李嘉威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张一宁 决赛前他微微一笑 依然感觉有希望能够冲击金牌 接着很快让他认清了现实 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魔王 虽然没有赢得比赛 他却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毕竟他才只有14岁 将来还有机会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第三场比赛是35岁的美国老将 他并且招长的实力直接虐哭了对方 然而在第四场晋级16强的时候 他遇到了强劲的韩国选手 双方打得非常胶着 最终他输掉了比赛 直步于16强 虽然没有赢得奖牌 他的事迹带动了日本乒乓球事业的发展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他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棋手亮相 这次他希望能够摘得一枚奖牌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他再次遇到了大魔王 这次的大魔王上演了一场零演技的表演 在第二局比赛的时候 比分已经达到了9比0 再赢一个球的话 福云爱可能就要被踢光头了 这样的话他又要哭了 教练赶紧提示张一宁 你就给他让一个球 张一宁为了防止他接不住 直接把球发到了地上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却很强 为了能为日本赢得一枚奖牌 奥运会结束后 他来到了中国广州 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训练 广州的天气非常的闷热 他每天在球馆中挥汗如雨 在这期间 他不但要练习打球 还要加强体能的训练 并且开始注意饮食的搭配 学会了自己做饭 但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日本时 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是非常想在中国多待一段时间的 哪怕十秒钟也行 经过在中国四年的艰苦训练 终于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战胜了新加坡选手 成功拿到了团体赛的一块银牌 他第一时间把奖牌挂到了妈妈身上 是啊 为了这一刻他们整整奋斗了20年 比赛结束后他也对过度使用了20年的手肘动了刀 在他的影响下更多的新生力量起来了 在2016年的鲤鱼奥运会上 他因为一个擦边球而失败 最终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 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队长 在他的带领下 他们获得了团体铜牌 虽然没能够在职业生涯中拿到过一块金牌 但他因为乒乓球结识了很多的人和事 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体坛西蒙 带你了解运动员背后的那些事